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是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就是说想一想那边 尤其是你要怎样去比较这一些计算的部分 毕竟你们初中呢你们是还没有学到比较更加深入的 我们叫做摩尔 这一些都是高中的啦 所以呢在你们初中里面的话 他们就是会用比较简化的计算方式 就是用对比咯就是简单的数学对比啦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想一想那边 就是104那边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知道C跟O的话 它的相对原子质量呢C就是12 O就是16嘛 这一些其实是你可以直接参考你的那一个元素周期表 就是那些periodic table 所以C是12O是16的 这一些都是一定有的 OK这一些都是一定了 然后你看你的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呢 它都是会有小数点 所以请你进位就可以了 OK直接进位把它变成一个整数啦 whole number 所以你可以看到purpose set呢 其实就是我在计算着它的相对原子质量 跟它的相对分子质量咯 气体就是分子嘛 然后碳的话就是原子嘛 OK它就只是那个名字罢了啦 所以其实计算方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我可以算到C就是12 O2就是32 CO2就是44 OK 可是呢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它就是问我们 如果C是24的话 那么它需要多少O OK所以你就只是纯粹对比它 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 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 你用那个ratio 对啊 sorry啊 我按那个我们的那个one 你就是简单的那个对比 OK 就是这样 简单的对比啊去哪里 所以简单的对比这个我放旁边 一下子 一下子 OK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就是C跟O2啊 OK C就是C这里就是12 O2就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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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C是24吗 所以O2我不知道我就只是纯粹把它设成为X啊 呀 所以就是你们的那个代数吗 呀 所以对比的话呢就很简单哦 你就把它变成分数去了 然后等你啊 呀 所以交叉相乘 所以X就是多少呢64 就这样吧 呀如果你懂得怎样心酸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12是乘2的 OK 12乘2等于24 32再乘2嘛就是64咯 那如果真的是很简单的话啦 就是很明显的话 其实你直接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OK 好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呢 这个计算方式呢 它主要的就是会用对比的形式啦 就是用数学对比咯 分数对比咯 前提是你数学 不要初心啦 我只能这样讲啦 你数学的基础要达好了一点啦 就是交叉相乘这个东西 搬来搬去的 OK X搬上来 然后就是32乘24 再除12 就是X等于 32乘24 再除12 所以就是搬来搬去的意思 OK 所以你就会得到64咯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不打算再教你们数学啊 所以数学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要麻烦你们的数学老师了 OK 所以这些搬来搬去的话呢 其实 这一个部分就是你们要打好基础先啊 OK 所以呢 它的理论其实 所以我差点来跟你们讲啦 其实这一个部分 你就只是纯粹跟它对比就可以了 OK 所以当然 我还有很多CT给你们看啊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有很多个例子啦 OK 刚才前面104 那个想一想104面那边 给我们是24吗 那么如果给你们另外几个例子的话呢 比方说 你看 如果C是6 OK 或者是C是24 O2 或者是O2 如果它给你96 或者是CO2 给你220 你要怎样把它全部写出来到完全部呢 数学咯 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计算的话呢 如果是C是6克的话 6g的话呢 O2肯定是16啦 你看它12除6吗 12除2吗 等于6吗 所以除2的话 32也要除2咯 44也要除2咯 OK 你看啊 12 要乘多少 才能变成24呢 所以就乘2咯 所以32也要跟它乘2啦 44也要跟它乘2啦 所以我才来讲咯 如果它简单的话呢 其实你不需要做到太多东西 你一眼就可以心酸看出来了 OK 或者是呢 如果你讲32 要乘多少才变成96呢 OK 你把它就乘一个3咯 看啊 32乘3等于96吗 所以12也要乘3咯 所以呢 32 44也要乘3 132 看啊 所以这一些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啦 OK 或者是220 你要乘多少 44要乘多少才能220 诶 乘一个5嘛 看啊 所以32也要乘5啦 160啦 12也要乘5咯 60咯 就是这样 看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 比较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OK 注意最最最起码呢 就是你必须要懂得 它实际上 它原本的质量是多少啦 OK 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质量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对原始 还是相对分始咯 OK 我们要有这一个基础啦 一般上这一些东西 它都是会给你的 考题会给你的 只不过呢 它是不会帮你加起来 OK 它就只是纯粹给你C等于12 O等于16 然后要你自己加起来吧 OK 就是说 这一个部分你要再复习回去 你们之前六 那个前面的啦 就是第三章那边咯 叫你们怎样去算 那个相对原始质量等等这些 OK 所以这些计算 你是真的要会啊 所以我才讲 1236 它们是连接 连接在一起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跟第六章 连在一起的 一条线 对啊 所以你一个缺一不可 你一定要去复习就对了 OK 所以计算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拿来做比较咯 一般上考题呢 它是会给你一个实际上的质量 就比方说它给你C等于6 然后叫你算其他的 啊 OK 或者是呢 这一个其实是没有很挑战那一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挑战的那一个 OK 就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啦 如果我们讲加热一个绿酸甲 然后呢 可以得到多少克的氧气 同时生成多少的绿化甲 这一个其实我是最担心的一点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部分呢 OK这些部分啊 其实你是真的是要去背那些离子 那些真离子跟负离子 凡是你看到有金属的话 你是跑不掉离子的 OK 你要去背那个离子 然后你背了那个离子 过后呢 你要懂得怎样把它化成一个化合物 把它怎样写成一个化合物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才来讲咯 1236 他们其实就是连贯性的咯 所以缺一不可啦 如果你第三章不熟的话呢 其实第六章你是真的是免谈 就对了 那因为他就是要求你写化学方程式 然后如果你不会那个离子的话呢 你是根本写不出的 OK所以我才来讲是很重要 然后我也是有给你们习题了的 所以呢 你就先去做先 过后我再来找那个时间 一次跟你讨论到完全不 呀 所以这一些 怎样讲就是 你真的是要花一些心思去做啦 OK 所以这些我就不讲那么多先 哦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呃 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个原子啊 他有K 有Cl 有O这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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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到C 我写到CI C C L C L 这是I的 C L啊 呀 所以呢 所以这些呢 这些呢 呃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有K有Cl有O吗 这些原子 相对原子质量呢 你要去你的元素周期边 呃 元素周期表那边找得到咯 呀 所以给我看一下 所以比方说你看一下 呃 如果你讲K的话呢 K就是大概是39咯 OK K就是39咯 这个我我我写在旁边啊 K K的相对原子质量是39 所以我记录下来啦 然后 Cl呢 Cl的相对原子质量是35.5 OK 所以之前有跟你们讲的 最奇葩就是Cl 你看 Cl都是 有小数点 看 唯一一个 就是有小数点的 也不是唯一一个啦 就是我们一般上常见的啦 就是上到高中 都会用到的 哦 只有Cl是小数点嘛 剩下都是整数 一律把它变成整数就对了 OK 因为毕竟 Cl呢 你怎样把它变成整数都好 它好像就是 Kick着Kick着那一种 你看 35.45 Kick着那一种哦 所以你根本就是不能把它变成整数去 OK 你把它变成35也不是哦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把它变成35咯 35.5咯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你看到245的话 其实就是2KCLO3的相对质量 你看 就是我们加起来到完全不 就是说39 加以35.5 再加以6 啊 3个16 哦 所以我们就得到2 绿化钾先 里氧气先啊 一步一步来 所以氧气的话呢 就是杀 16乘2 再乘多一个3 你看 你可以看到两个欧吗 所以就是16乘2咯 哦 可是他旁边有一个3哦 再乘多一个3啊 OK 所以总共就是96 你看 所以上面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相对质量 OK 然后过后呢 你可以看到考题里面 他就是跟我们讲 他用12.25克的绿酸钾 就是写下去哦 12.25咯 你看 所以因为氧气我不懂是多少嘛 所以我就设一个X啦 OK 所以在接下来呢 就比较啦 你看 很简单吧 就中间画一条线 等你就可以了 然后交叉相乘 X就是4.8克 简单 Easy 满分 对啊 只是这里的话呢 就是 尽量啦 不要算错就对了啦 OK 因为你算错 你就真的是GG了啦 OK吧 好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一算错的话呢 可能接下去 他就是拎着下去了 他可能需要你上面的答案来计算 对啊 所以数学就是这样咯 你第一个错 你接下来就是错错错错错到完 OK 所以你可能就只能拿到那些不周分嘛 啦 所以 这个 就是尽量啊 尽量看清楚来 所以你算好了 氧气了 氧气是4.8吗 所以 还没有完 你还要去 你要继续计算绿化价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用另外一面来告诉大家咯 OK 所以这一些解答呢 其实你至少你要告诉我 4.8是什么来的啦 你每做一题呢 你不要只是单单这样写X等于4.8就stop了 不可以这样 OK 因为毕竟 讨官也是人来的 他有时候他也是会漏掉你 所以最好呢 你写完4.8了的话 4.8记得写gram啊 OK 因为你少写一个单位 你就是中扣半分还是一分 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最后最后呢 记得啦 写一下啦 4.8是什么来的 你至少你要写一下咯 氧气的质量是4.8克咯 OK吗 好 你不要只是单单写4.8 所以 建议不要懒多 写一下 长一点也不用紧 写一下罢了 因为这一个是保险来的 OK 不要懒多啊 不要只是单单写X等于4.8就stop了 因为我看到有蛮多个学生就是这样懒多咯 所以就中招咯 4.8是怎么来的 乘罢了啦 交叉相乘啦 交叉相乘啦 12.25乘96再除以245咯 这个啦 比较吗 比较吗 刚才不是教你比较咩 就数学乘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只是算氧气吧 我还没有算KCL KCL是Y 所以呢 KCL是下一面 OK 一样的步骤不了 一样的步骤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 我们就是看蓝色的时候啦 不要去看红色 所以呢 蓝色就是KCL 就是绿化夹 绿化夹的话呢 也是一样咯 因为K是39嘛 CL是35.5嘛 哎呀 为什么我又再写多一个I 这个不是I啊 是CL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样啦 一模一样 呀 所以K 是39 加35.5 乘多一个2 所以就是149 OK 因为那些步骤呢 细节细节的那些呢 我就不写啦 因为太占位了 所以我就直接写答案 149啦 OK 可是它实际上的质量 我不知道 理论上的质量 我知道了 245 149 这些都是理论上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对质量咯 然后呢 它用了12.25 实际上它用12.25 可是它真正的KCL质量 可以生成多少克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对比它啦 一模一样 中间画一条线 呀 交叉相成 7.45 所以 settle 对吧 所以呢你不要 写完了的话呢 你不要只是写X等于4.8 Y等于7.45 我们其实是不会去理解 X是什么Y是什么Y的 因为毕竟 你们考同考的时候 那些考官 他们一次要改很多个考分 很多份考卷的 可能一天里面百多 甚至是一千分 所以呢 他们不可能一个一个一个去看 深层绿化钾的质量是Y 有些甚至有些学生啊 告诉你 他连这一个东西都没有写 我们要怎样去知道 你那个X是什么意思 Y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你真的是要写出来啦 你至少要告诉我 X是什么Y的 Y是什么Y的 OK 这些东西一定要写出来就对了 然后至于等一下的那些 等一下的那个小考呢 我们是有选择题跟做答题 跟你们之前统策一模一样 五题选择题 十五分做答题就对了 OK 所以 简单啊 不是讲不是讲很简单啦 就是你至少你要理清这些东西咯 然后当然 在那一个GC里面呢 我也是有把 那一个 那个什么 extra的assignment给你们了的 放进去GC里面了 所以上一次 这个配评的呢 你们去做一下啦 不要懒惰 做一下 我的建议是你真的要去做一下 虽然我不会去吹你们要这一个问题 要你们教这些功课 可是你至少要去做一下 你看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呢 其实是有给你们这些习题的 做做做 五题而已 对啊 前面我已经是有写变变化学方程式 下面呢就是需要你们自己写咯 OK 下面需要你们自己写啦 OK 所以要自得10g的氧化美 其实我还没有写完 你就拿煤加氧气变成氧化煤咯 点燃吗 这个 OK 这个其实是课本可以找得到的 然后 二氧化流也是一样 然后 氧气 氧气 氧气等等之类 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就问我啦 给下面第六题 其实不会做的话 你可以skip过先 最主要的就是一到五 我要看你 你就至少要去做一下啦 看啊 哦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不能就只是last minute 读哦 因为last minute 读真的是 啊 我很难保证你会 OK 所以就是这样吧 啊 计算的步骤其实就是这样 好了 然后 或者是如果你讲更加 challenging 一点的话呢 105 嘿 就是你105面啊 活动5那边啊 呀 活动5那边 他其实是 会 又有一题比较 challenging 一点的咯 呀 我所谓 challenging呢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啦 就是说你心酸很难算得到啦 就比较难算一点的啦 呀 因为你看到他就是用小数点的嘛 OK 所以你可以看哦 就是其实 做的方式呢 是差不多一样的啦 OK 就是你要找出 N的相对原子质量是多少 H是多少 O是多少啦 N是14啦 H就是1啦 O是16咯 然后对比他就可以了啦 因为第二题他就是叫你找出 N2H4 他给你是9.6 N2O4是多少 所以就算出来给他就可以了 看啊 好 红色的其实就是他的相对分子质量啦 看啊 就是我所谓的理论上咯 理论上 他的N2H4 如果有两个的话 他就是64 看啊 我一个一个都写给你们全部了 看啊 N2 OK 有 哎 为什么我这样写 sorry 哎呀 我画错了 这个不应该是这样 打一个过湖啊 OK 所以我一个一个都写出来给你到完全不 2乘14哦 就是两个N2了啊 就是N哦 然后H呢就是4乘1啦 好整个就是过湖起来乘2咯 因为他就是有两个N2H4嘛 呀 然后N2O4的话呢 就是氧化二汤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氧化物呢 呀 他如果是非金属的话 他直接告诉你多少多少 你看 氧化二碳 名下就是N2O4 呀 华文的呢 他就是导反读给你听的 OK 导反读给你听 比如讲二氧化碳CO2 呀 所以氧化物呢 他是很 你看到氧化物的话 你是很幸福的 他会直接告诉你 给前提是非金属罢了啦 如果你讲金属的氧化物呢 他是不会告诉你 呀 呀 比如讲氧化美 哦 我们没有叫一氧化二 一氧化美的啊 我们没有这样叫呢 啊 我们就只是单单叫氧化美 如果你碰到有金属的话 非金属的话呢 他是会有血 OK 是会比较幸福一点 呀 是氧化二蛋 呀 写到完全不出来给你了 所以你一读罢了呢 你就知道他是多少 OK 如果你讲里面有金属的话 啊 那个你就不 不会这样幸福啊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啊 就比方说氧化铝 氧化美 氧化铜 氧化那 他根本就是不会告诉你 有多少个氧在里面 呀 所以这一个就是你要去背一下 啊 他是写法 OK 所以计算呢 就一样啊 就是中间画一条线 对比他咯 所以就是64除9.6等于92除X 所以我就可以算到X等于113.8g 所以呢我需要到4氧化二蛋 多少g呢 13.8g咯 OK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再讲多一次 因为我这一个slide我不够位啦 所以我只能写到X等于13.8不了 最好呢就是你后面后面的时候 做完的时候呢记得写 13.8是什么来的 OK 记得写啦 13.8g就是N2O4的质量咯 呀 就只是多注明给我看罢了 OK吗 好 所以其实就是这些罢了啦 这个6.2就是讲这些东西罢了 OK 好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叫你去配品啦 OK 配品咯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部分的话呢 你很难配品的出的话 你就一个一个塞进去了 好 答案其实是A啦 你看你就一个一个塞进去咯 如果你真的是很难算到的话啦 好一个一个塞哦 ABCD嘛 一个一个塞给他啦 你看一个一个塞要中置就是反应前跟反应后就是要一模一样就对了 原子的数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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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